玩大车有玩大车的好 玩小车有玩小车的妙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这个鹏翔的9300 这个是比9200更小很多的车子 9200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算是12和10之间左右一个大小 这个9300是一个18的大小 非常小小的一个车子 比每家现在也会小一些 这是我现在目前手里面最小的一个大小车 但是这个车子其实总体上来说 除了小小之外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特色的亮点 所以今天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大家好 我记住一个是仙人二者也是一个商业视频师 欢迎回到我的RC频道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重点分享一下 鹏翔的这个9300 以及它的一些升级改装的案例 订阅后的意义记得参点赞并关注哦 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 然后这里写着MGP 其实鹏翔代工或者鹏翔的一个海外的品牌 那这个车子呢 其实在国内应该是卖的比较多 大家知道也比较多一点 相比于那个12的车子呢 这个18车子应该知名度会稍微高 那么一点点 那这个车的配置主要就是一个380电机 加上这种前后的差速 以及四轮的独立旋化 还有这样子一个2.4G的遥控器 没有什么特别高配或者高端地方 但是它的唯一亮点就是价格比较低 那么现在乘测比较好的 9星的这一批呢 大概是在185块钱 如果是全新的呢 也就是245块钱 这样子的带包装的 然后包括是一些这样子的附件的版本 以及是遥控器这样的一套 我现在手里呢是一个绿色的车壳 那这个系列还有个特点 就是车壳非常的多 这个绿色之外呢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战斗的黄色 英伦的这种蓝白色 还有黄黑配色 红色和蓝色 这样一个系列 以及还有这种像木马人等等那些不同的车壳 但价格呢会有点区别 像这种基础车壳呢相当会便宜一点 接下来我们打开车壳看一下车架的细节 这里边呢可以感受到这个车壳呢并不是特别的厚 但是车子呢也比较轻巧 所以说我觉得车壳不需要特别的强悍 那整个车子呢拿手里可以感觉到非常轻 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380电机 但是呢搭配了一个这样散热的模块 这里呢会有一个25A的电条是7.4V的 也就是2S的电条 中间是一个二楼板的结构来增加整个车身的刚性 毕竟这个车子比较轻轻的碰撞起来 包括是跳跃的时候呢 它受到力也是比较小的 前后可以看到是4个独立的悬挂设计 4个轮子可以独立的这样来回的弹 这样遇到各种冲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缓冲 这里的避震呢使用的是一个弹簧的结构 没有液压阻尼的设定 你也可以选择去升级成一压阻尼的金属避震 这个是可以选配升级的 另外呢这个车子的电机方面呢 这个是一个380的标准电机 它还有一个高速版本的白皮电机 还有一个这样子更加强化版本的红皮电机 那这个转速呢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 那实际速度呢回头我们来去测一下 但是这个车子速度并没有非常快 它主要特点就是小巧这样除了在户外呢 我们在室内的场地里也可以玩一玩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身各方面的参数尺寸 那这个轮胎的直径我们来测量一下有多少 大概是69毫米的直径的一个轮胎 轮胎宽度大概是39.7毫米 再来测量一下车子的前后轴距大概是16厘米 车子的宽度是18.5厘米 车子的高度大概是11厘米 车子离地间隙大概是3.3厘米 接下来我们翻过来底盘看一下它的车架设计 那这是一个比较平板的底盘 两边呢是这样收拢的设计 然后四个独立的悬挂 前面这里呢是能看到还有一个防撞的结构 后面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防撞结构 但是作为一个大车呢 其他四个轮胎呢都是可以作为一个缓冲的作用的 四个轮胎采用了空心的设计 里面没有填充海绵 开皮呢也是比较硬的提供一定的支撑 并且呢会更加耐磨一点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车子的传动系统呢 中间是一个比较粗壮的传动轴 电机通过这个传动轴 把动力传输到前后两个差速器 再把这个动力分到两个左右的轮胎里面 实现在转向的时候呢 两个轮子可以有不同的转速 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并且呢可以实现转向的速度更快一点 那比起没有差速的车子呢 这就是差速器对于高速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其次一点呢就是它这个缠动结构 都是采用了这样子金属的结构 但是呢这个差速器是使用的是尼龙的材质 如果说你要想升级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升级到原厂有金属的版本 电机的齿轮呢是一个金属的铜的齿轮 如果说你升级到这样的高速马达呢 会换到一个更加强悍一点的合金齿轮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上电测试 首先来打开有空气的开关 打开之后我们再来打开车子的开关 再转一下舵机 确认已经进行连接之后呢 我们进行车辆的测试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转向的时候 它会随着我们转向的角度来同步的运动 这就是一个全比例的舵机 可以实现转向方面更加精准的控制 并且它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高速旋转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响应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运转效果 这里可以看到车子如果说油门送掉以后 会比较快的停机转动 这样我们在小场地玩的时候 如果我们送到油门的话 它也会比较快的停止 控制起来比较容易 不会说冲的特别猛 特别是在一些你没法出去玩的时候 在家里玩完这样的小车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它车子比较轻 也不用担心它撞坏东西或撞坏它自己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有刷动力不够暴力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去升级成无刷的动力 这么轻这么小车架配上无刷动力 也会有更加暴力的表现 在升级改装方面除了刚才提到的动力系统 包括是减震系统 还有传动系统 这个车子其实还有很多的小的零件可以去替换 包括是一些金属的零件 以及是更多车壳的选择 所以这个车架我觉得说 对于入门新手来说 玩完也是有比较多的乐趣的 可以改装升级一下 去体验一下不同的配置 搭配下来的一个动力的效果 同时这样比较轻巧的车架 也可以让你选择的动力 有更好的发挥 也是因为轻量化设计 所以车身上很多的部件 都调整成了这样的尼龙的材质 本身对于这样的重量的车架来说 已经是够用了 但是唯一可惜的 就是丧失了一些调节的空间 除了你希望做调整 也可以升级成可调的结构 所以说这个车子虽然说不贵 但是在改装和油管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方向和选择的 随着这两年很多出货品员转的一条之后 像这样子比较性价比的小车 也进入大家的视野 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成本也比较低一点 玩起来也不会心疼 并且这个车子原厂件升级件 各方面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也就是几块钱 十几块钱 最多也就是几十块钱 都没有一个过五六十块钱的零件 相对来说 玩起来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虽然说原厂只是使用了 比较简单的弹簧避震 但是基于这样轻硬化的车身设计 和比较好的油材质 在抗摔电用性方面 也是不用担心的 像我这样抛摔下 不用担心它会摔坏 基本上这个车子日常玩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会把它玩坏或者撞坏 我相信无论是家里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我觉得综合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入门的选择 当然放在这个价位里 你肯定不能拿去跟专业的IC设计比 但是基本上面的专业的比例的转向 包括是比例的速度 倒车刹车 以及是四轮独立悬挂 四轮驱动 以及差速器 各方面的配置 其实都是比较全面的 相比于那些特有起表的玩具而言 它的可玩性还是更高的 所以说推荐给大家来尝试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RC和游玩资讯 我是你们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